創世電視多年拍攝不同顯藝 靜商界名人合目者的福音節目 透過見證、訪談、戲劇、舞台劇等形式 將福音廣傳 踏上燈光璀璨舞台之前 化妝間就是各人整妝待發的地方 無論是梳化、換妝、對稿、背稿 安靜祈禱,每個步驟都一絲不苟 好遠將上帝所做的最美好的一面 帶給創世電視觀眾的朋友 洪桃道一號 將配備創世電視的化妝間 與外界化妝間不同 這裡不單止美化外表 更是安靜預備 彼此討告、支持、鼓勵 等候為神作美好見證的好地方 心願這裡能匯聚一個又一個願意 為主作見證美好的生命 直媒體向世界發光 創世電視星光背影化妝間的成立 是為了給一班顯譯基督精神的顯出者 在這裡做好事情的準備 務求將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現給我們的主 同時這裡也是顯出之前 大家都能夠為著有美好的果效 同心討告 這裡也是中場的時候 大家休息、補妝、補充體力的好地方 顯出過後 大家又可以作出事後檢討 為著能夠順利完成一同獻上 感恩、茶美 透過星光背影化妝間 演出者能夠在這裡互相交流 傾心吐兒、互相勉禮 甚至每位演出者能夠在這裡被刁斷、被細亡 化身為一火火閃耀的星星 親愛的主耶穌 一位藝人想要在電視上有好的形象 需要化妝師精心打造 而我們在生命又想要散發主的光芒 就需要主你在我們生命中精雕細雕 做修剪雕刻的工作 然而主啊 我們深知犯被雕雕管教的事 當時並不覺得快樂 反而覺得仇苦 可視當你的功緣成 我們就會驚訝 主耶穌就是那位眾白盛星光背後 做了很多偉大的事情 主耶穌啊 求你使我們因在信心中 看到這個盛成新耶路撒冷的玉米 就輕看這個至暫至輕的苦楚 配合主在我們生命的工作 主啊 當我們見到每一位在創世電視屏幕中 出現的美好見證人 我們就由心底發出這個慘美 因為我們知道 是你為我們發了莊 從內而外 披掛了耶穌基督如此的祈求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阿門 主啊 我們來到你的寶座前 都當以盡善盡美的作表達 尤其是以媒體作表達作傳人的 更當而止行 求主祈每一位在星光的背影化妝間 作預備作等候的 更加以一個感恩的心理作為應 讓他們一切的表達和見證都蒙主越立 祈他們欣上加恩力上加力 一心為主發光發熱 感謝主 奉主耶穌基督聖名後 阿門 我們懇設盼望弟兄姊妹 參與四十日的討告 守望大行動 讓我們同心同行 共同見證 上帝成就媒體宣教新離情 阿門 阿門